这样我们就勾好了一个长针的交错针 也就是先勾第二针再勾第一针 这样呢就是这两针呢就形成这样 V字的扭化的这样一个效果 这个就叫长针的交错针 那现在我们在这两个交错 这个交错针呢也是由两个长针组成的嘛 两个长针呢就形成两个针目 我们在第一个针目 移入第一个辫子上呢做一个记号 这个呢是这一圈到最后呢 做引拔的地方 勾了一个交错针了 然后呢我们按照同样的方法 我们来勾第二个交错针 第二个交错针呢 我们就是也是跳过一针 从第四个辫子里面呢 从这个里面呢勾一个长针 这个记号扣呢 按事的话 先把它呢取掉 勾一个长针 然后呢 再从第三个辫子里面 从这个里面呢勾一个长针 这个呢就是 又勾了一个交错针 那接下来呢 大家就照着这种方法呢 往前面勾 大家注意 新手在勾的时候呢 我们非常容易 怎样呢 就是 把这一针 大家看这个 这一针 给它指了一下 这一针 这个呢 是我们呢 已经勾过了这一针了 大家呢 不要把这一针呢 当成 就是 跳过的那个辫子针 你看 这一针 我们已经勾过了 那我们 在勾交错针的时候呢 是需要跳过 这一个辫子针 就是这个没有勾的 跳过这个辫子针 往下面勾 你勾的时候呢 一定要仔细一点 不要弄错 再给大家示范一个 我们呢 是跳过这一个 先勾这一个辫子 然后呢 再勾刚才跳过的 这一个辫子针 这样 又勾了一个交错针 勾完之后呢 方法一样 仍然是 跳过一个辫子 在下一个辫子里面呢 先勾 然后呢 再拐过头 勾跳过的这个辫子 勾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不要勾充 就是 千万不要呢 多跳过一针 或者是呢 少跳一针 我们勾完之后呢 交错针 跟交错针之间呢 是有这样一个小洞的 这个交错针呢 都是成V型 大家呢 按照这种方法 我们呢 往前面勾 一直呢 把这一圈 勾完 我们按照 勾交错针的规律 把这一圈呢 勾完 我呢 是刚刚好 如果大家 在勾完之后呢 还剩了一个长针 还剩了一个辫子针了 那我们呢 就把这一个辫子针呢 跳过就行了 因为一个辫子针呢 我们是勾不成交错针的 把这个记号扣呢 取下来 勾针 从这个里面插入进去 做引拔 线圈 抽紧 这样 我们勾了 一圈 交错针 接下来 立 三个辫子针 我们开始勾 下面这一圈 那下面 下面这一圈呢 我们呢 仍然勾成交错针 方法呢 跟这一圈的 跟第一圈交错针的方法呢 一模一样 那交错针 我们总共需要勾几行呢 大家看 这个帽子 就是 起了二十针的这个帽子 交错针呢 我是勾了 一二三四五六 我是勾了六行 那大家呢 可以根据 自家宝宝的情况 那六行呢 如果想勾的 再多一些呢 勾个六行或者七行 如果就是 像我这种 是零到三个月 宝宝带的话 那我们呢 就是勾个 四行 五行 也就可以了 大家呢 就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定夺 那这个勾的方法呢 我呢 就不再跟大家演示了 因为跟第一圈呢 是一样的 大家呢 就照着第一圈的方法 往上面勾 我们呢 勾到自己需要的行数 我建议大家呢 最多就是勾六七行的样子 因为我们下面呢 还需要勾 这个内外长针 我呢 就是 为了 录视频呢 省时间 我们呢 就 我就不再勾了 我就是 只勾这一行的交错针 大家呢 勾好自己需要的行数 勾完之后呢 做引拔 引拔完了之后 现在我们开始学习 另一种针法 就是 大家看 交错针 下面的这样一种针法 这个针法的名字呢 叫 内外长针 这个内外长针 怎么来勾呢 我们也是 立三个辫子针 立三个辫子针 立完这三个辫子针之后呢 我们呢 我们呢 开始勾 内外长针 就是 我们呢 先勾一个 外长针 再勾一个 内长针 这个 这一圈在勾的时候呢 我们注意 外长针 外长针 这个外 指的就是 我们从 帽子的 这一面呢 我们把它称为 外面 这里面呢 把它称为 内面 外长针的意思就是 我们呢 从 外面下针 调起 这个辫子 大家注意 这个 我们勾外长针的时候呢 我们不再调辫子 我们调起的是 这一个长针 这个长针呢 就是 勾交错针的时候呢 每一个交错针 是由两个长针 组成的 形成一个 V字 左边一针 右边一针 那 非常明显的是 左边这一针呢 压在 右边这一针上面 那我们呢 是在 右边的这一针 就是被 压在下面的 这一针呢 我们是在 右边的这一针呢 调起这一针 我们勾一个 外长针 然后 左边的这个长针呢 我们是从 里面 从里面这样 调起 我们勾 内长针 先给大家说 现在呢 看我示范 勾 勾针 勾针绕线 看 外长针的勾法 从 外面 调起 这一个长针 绕线 出现出来 勾针上呢 有三个线圈 勾针绕线 穿过前两个线圈 再绕线 穿过两个线圈 这样 我们勾好了一个 外长针 然后呢 勾针绕线 我们勾 内长针 内长针呢 顾名思义 就是从 内部下针 你看 这个帽子 外面 里面 我们从 里面 调起 这个 交错针 左边的 这个长针 再给大家 演示一下 勾针绕线 从这个 里面 进去 调起 交错针 左边的 这个长针 勾针 绕线 出来 针上三个线圈 勾针绕线 穿过前两个线圈 再绕线 穿过两个线圈 这样 我们就勾了一个 内长针 大家看 外长针呢 勾好之后呢 非常明显的是 一条突出的 这样一个 棱角 而内长针呢 是往里面 线的 内线的 接下来 勾针绕线 我们再勾一个 外长针 就是 这个交错针呢 交错针 有两个长针 组成 这个交错针 右边的这一针呢 我们都把它勾成 外长针 勾针绕线 从 这个抱子 从外面 从这外面 调起 这个长针 绕线 绕线 出来 勾一个 外长针 然后呢 我们再勾一个 内长针 勾针绕线 这个内长针呢 我们是从里面 下针 穿过 左边的 这个长针 然后呢 绕线过来 穿过前两个线圈 再穿过两个线圈 这样我们就勾好了两组内外长针 这个 内外长针的勾法呢 我们注意 几点 首先第一点 我们呢 是 这个交错针 右边的这一针呢 我们勾成 外长针 左边的这一针 勾成内长针 第二 外长针的意思就是 从这个帽子的 外部 这样下针 这样穿 外面这样穿 叫外长针 从里面 这样穿 叫内长针 然后第三呢 就是 这个内外长针呢 勾的时候呢 跟一般长针的勾法呢 其实是一样的 不过就是 一般的长针呢 我给大家说 你看 一般的长针呢 我们是 给大家示范一个 我们呢 是 从这个 辫子的 辫子里面穿进去 然后绕线出来 穿过 两个线圈 再穿过 两个线圈 这是一般的长针 而这个 内外长针呢 我们也是 勾针绕线 不过就是 我们不再从 这个辫子里面 穿进去了 我们直接穿过的是 这一个长针 就是这点差别 那大家呢 就照着这种方法 我们呢 把这一圈的 内外长针呢 给勾完 内外长针 勾好之后呢 我们在 这个呢 当时忘做记号了 我们在 第一个外长针 上面的这个辫子里面呢 插入进去 做一个 引拔针 把形成的这个辫子呢 抽紧 然后接下来 立三个辫子针 我们开始勾 第二圈的内外长针 第二圈内外长针 勾起来呢 就简单多了 大家看 非常明显的 有突出的这条 和内线的这一针 那突出的这一针呢 就是我们勾外长针的部分 内线的就是勾内长针的部分 那我们这一圈呢 我们就是在 突出的这一针里面呢 勾一个外长针 内线的这一针里面呢 勾一个内长针 勾针绕线 突出的这一圈 我们从 突出的这一针呢 我们从外面挑起它 勾一个 外长针 勾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一针上呢 做一个记号 这是呢 这一圈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做引拔针的位置 接下来勾针绕线 线进去的这一针 我们呢 在线进去的这一针上面呢 挑起这一针 这样挑起 再给大家做个示范 挑起这一针 我们呢 勾一个 内长针 然后继续 勾针绕线 从外面 挑起 突出的这一针 勾一个 外长针 再从 再勾针绕线 从里面 挑起 内线的这一针 我们勾一个 内长针 这样勾出来之后呢 我们看成品 这样勾出来之后就是 有非常明显的这样一条楞 然后呢 突出内线 突出内线 大家呢 千万不要就是在 突出的这一针上面的勾成 那长针了 因为这样呢 就没有 这样突出的这样一条线了 大家呢 就按照 这种方法 我们一直呢 往下面勾 这个内外长针 需要勾几圈呢 起二十针的 我是勾了一圈 两圈 三圈 四圈 五圈 起二十针呢 我是勾了六圈 大家呢 就是 也是根据 自己宝宝的情况 我们可以 带在宝宝的头上呢 比一下 一般呢 勾个五六帧 或者可以再多一 一般呢 勾个五六行 或者呢 可以再多一行 就可以了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这个线呢 有的时候呢 它会出现 接头 在当当手边 十三级呢 我讲到了 就是 那个 出现 线头的话 怎么解决 大家呢 可能 那个呢 是一个平面的 就是一个 平支片 那如果遇到 如果是在 勾内外长振的时候 遇到 那样的接头 我们怎么办呢 跟那个方法呢 是一样的 嗯 我呢 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在勾内外长振的时候 如果遇到接头 我们呢 尽量是在勾 内长振的时候呢 进行接线 所以呢 先勾针 绕线 把下面的这个 外长振呢 先给勾一下 勾完之后呢 比方说 遇到线头了 我们呢 把线头剪断 进行接线 那接线呢 勾针绕线 勾针绕线 然后呢 勾内长振 我们呢 是从里面 挑起这个长振 正常的来勾的话 我们是 要绕 这根线 但是现在呢 我们不再绕 这根线了 我们呢 是 把这个新线 这样 绕出来 然后呢 在后面呢 捏住 最后呢 是打一个结 打一结之后呢 把新线呢 放在自己的 左手上 挑起 开始呢 用这根新线 绕过前两个线圈 再绕过两个线圈 用新线呢 这样来勾 勾了一个内长针 然后呢 继续 勾针绕线 再勾一个 外长针 这样大家看 它呢 是没有任何痕迹的 从外面看 那从里面看呢 有这样一个小结 但是呢 不影响 我们呢 把线头呢 藏起来 就可以了 用勾针 我们勾的时候呢 是用 4.0的这一头来勾 藏线头呢 我们就用3.0的这一头 把这个线呢 这样 藏一下 多藏几次 就可以了 我呢 就是简单的 给大家示范一下 这个呢 就是 在勾内外长针的时候呢 遇到 这个线头的方法 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 只要是勾长针 遇到线头 我们呢 都是 先长 这个长针呢 先从原理的那根线上呢 绕一下 然后呢 从需要勾的那个针里面 穿进去 穿进去之后呢 把线呢 放在这个 勾针上 绕出来 那样来勾 好了 现在呢 大家呢 就照着这种方法 我们呢 勾 自己呢 需要勾的圈数 勾完之后呢 断线就可以了 现在呢 也是为了省时间呢 我就不再给大家演示了 我们呢 直接 把这一圈呢 拆掉 就假如说 我们勾到这 引拔完之后 就假如说 这一针呢 我们是把这个 内外长针呢 也给勾完了 到这了 也引拔了 那我们断线怎么办呢 把这个呢 反过来 把这个帽子呢 反过来 反过来之后呢 我们找到 就让这个帽子呢 这个里面呢 对着我们 找到呢 离它最近的 这个辫子针 然后呢 把这个线圈呢 穿出来 穿出来之后呢 把这个线 把这个线呢 穿进去 这个线呢 我们呢 是需要断线的 在这 断线 然后呢 把这个线呢 穿进去 打一个结 那这样呢 这个小结呢 就是 打在里面的 没有痕迹 这样这几颗 就是 编织的花样呢 我就给大家 讲完了 大家呢 就照着这种方法 根据自己需要 勾的帧数呢 来勾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来学习 这种小花的勾法 这种花呢 分为两层 用两种 不同颜色的线 花蕊呢 用的是 浅黄色的 这个花瓣呢 我们用的是 花色线 我给大家 演示的时候呢 为了让大家 看得清楚 我呢 用 绿色的线呢 当花蕊 用卡其色的线呢 当花瓣 大家在勾的时候呢 按照 就是 嗯 需要的颜色 来勾就行了 首先呢 勾花蕊 我们用到的是 环形起针法 把线 在自己右手 食指上 这样绕一圈 跟这个帽子 勾的时候呢 第一圈的起针方法 一样 绕一圈 然后呢 右手捏住 左手呢 拿线 把钩针 从这个线圈里面 插入进去 绕线出来 捏住 先立三个 辫子起立针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一个 线圈里面的钩 13个长针 这个方法呢 跟勾帽子 第一圈的方法 一模一样 勾了一个长针了 勾完这一个长针 我们呢 做一个记号 然后呢 勾第二个长针 大家呢 照着这种方法 我们把13个长针 勾完 这13个长针 勾完之后呢 把这个线圈 抽紧 大家不要猛的 用力扯 抽紧之后 我们呢 把记号扣取下来 要在记号扣的 这一针里面呢 做一把针 因为这个花 第二圈呢 跟第一圈的 颜色不一样 在引拔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 花蕊用到的 花色线的 引拔出来 我呢 是用卡其色的线呢 给大家 把鲁石瓶 钩针呢 从这里面 穿进去 然后呢 把需要的 这个线呢 这样 引拔出来 引拔出来之后呢 反过来 这两根线呢 打一个小结 然后把 绿色的线 剪断 那对大家来讲呢 就是 把黄色的线呢 剪掉 把这个线呢 放在 手上 现在呢 我们开始勾 花瓣 就是 这个花瓣 这个花瓣呢 一二三四五六 我们呢 总共要勾 六个花瓣 每一个花瓣的勾法呢 都是一样的 现在呢 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花瓣的勾法 首先呢 我们要立 一个辫子针 然后呢 我们在 第一个 辫子里面 勾一个 短针 现在大家来看 短针的勾法 勾针呢 从这个辫子里面 直接绕过去 把这个线呢 拉出来 针上呢 有两个线圈 勾针绕线 穿过 这两个线圈 这样 我们就勾好了 一个短针 现在呢 在 勾好的这个短针上面呢 做一个记号 我们这一圈呢 在 每一个勾好的短针上面呢 都做一个记号 勾完这个短针之后呢 下面 我们开始勾 这个花朵的 这个花瓣的 这个部分 我们在 第二个辫子里面呢 要勾 五针 分别是 一个中长针 三个长针 和一个中长针 大家要注意 这五针呢 都是在这 一个辫子里面 完成的 现在我们来看 中长针的勾法 勾针绕线 从这个洞里 插入进去 绕线出来 针上呢 有三个线圈 勾针绕线 一次性 穿过这三个线圈 这样 我们勾好了一个 中长针 那 接下来呢 我们 还在这个洞里面 就是还是 第二个辫子里面呢 我们勾三个长针 勾针绕线 插入进去 绕线出来 穿过前两个线圈 再穿过 两个线圈 长针的勾法呢 我们应该比较熟悉了 勾了一个长针了 再勾一个长针 两个了 再勾一个长针 三个长针 勾完这三个长针之后呢 我们再在这个洞里 就是第二个辫子里面呢 再勾一个中长针 勾针绕线 从这个洞里插入进去 绕线出来 针上呢 有三个线圈 勾针绕线 一次性穿过 这三个线圈 这样 我们又勾好了一个中长针 那勾好这个中长针之后呢 这个花瓣的这个形状呢 就形成了 在接下来的这个辫子里面呢 我们勾一个短针 插入进去 绕线出来 直接 绕过这两个线圈 勾了一个短针 然后在这个短针 形成的辫子里面呢 我们做一个记号 这个记号扣呢 在勾第二圈的时候呢 能够用到 这样 大家来看 我们呢 完整地勾好了一个花瓣 接下来呢 我们在 下面的这一个辫子里面呢 勾 一个中长针 三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 形成这样一个形状 然后在下面的这个辫子里面呢 勾一个短针 我们呢 就是一直照着这样的规律来勾 也就是说 我们在 一针里面勾 五针 下一针里面呢 勾一个短针 然后呢 再在这一针里面勾五针 下一针里面呢 勾一个短针 现在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个 勾了一个短针了 那接下来这一针呢 我们就要勾五针 这五针呢 等一下记住是 一个中长针 三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 我们先勾一个中长针 然后呢 再在这个洞里勾三个长针 一个 两个 两个 三个 三个 三个长针 四个 三个 佰